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借款费用的计量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考大题就在这出题了 那么第一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第一 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 好 那么由于今年教材变了 所以我的公式也相应的改变了 好 来看一下第一公式 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 那么一定强调 资本化期间的实际利息 减掉资本化期间的存款利息收入 那么就是你的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 所以第一公式一定要找到什么 一定要找到你的区间 这个区间是资本化区间 一定要找出这个期间 一定要找出这个期间 那么期间找出来 那么这个期间的什么 期间的实际利息 减掉这个期间的存款利息收入 或投资收益都可以 所以一定要找出这个期间 期间找出来就好办了 所以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 我后面说减出来的 这个第一公式和期间一样 第二公式变了 变就变在这了 应记住当期损益的专门借款利息的金额 括号不考虑我特别加了不考虑存款利息收入 好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实际利息费用 减掉上面这个专门借款的资本化的金额 倒挤出来就是废话金额 所以这公式变了啊 所以介入当期损益的 说白了 是既有当期财务费用 既有当期财务费用 专门借款的利息金额 括号不考虑存款利收 从里面后面说啊 等于实际利息费用 减掉上面的资本化的金额 倒挤出来就是废话金额 那么今年教材改了 有人说有道理吗 我告诉大家有道理 15中就这么操作 15中的确这么操作 知道15中就这么操作 那么也就是15当中啊 你的存款利益收入 你是你算上不是你算的 15中是银行算出来的 是根据银行的那个计算机 那么击打出来一张票 你来走账的 不是我自己算出来一个利息收入 我走个账 人家不认 银行不认 你知道了吗 所以在这里头呢 所以我们在这条注意啊 费用化期间的 费用化期间的这啊 存款利收就不管它了 但是资本化期间的利息收入 要扣掉 要扣掉 这个要扣掉的啊 所以这俩公式 这俩公式要注意一下啊 下面的公式变了 因为这块倒几块的 倒几块 这块是不考虑啊 是什么 是费用化期间的 再说别费用化期间的 存款利收入 好 这个公式要记一下啊 好 这是专门借款 接着来看 好 看意见好题 且用于建造厂房的 专门借款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将尚未动用部分 存入银行取得的这个利息 充减财务费用 那就错了 是不是充减财务费用 是什么 充减相关资产成本 充减相关资产成本的 充固定资产 充存货 充减相关资产成本的 不减出来的吗 对吧 好 第二 一般借款 首先提醒大家 下面的公式一定是 前聊天是资本化期间内的公式 好 第一公式 一般借款 利息资本化金额是等于 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了 专门借款这一部分的 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再成什么 加权利率 再成个加权的利率 那么如果一笔一般借款 不需要加权 两笔以上 一般借款需要加权 这第一公式 第二公式 资本化合率怎么算 资本化合率等于 所占用一般借款的 加权平均率 等于 所占用一般借款 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 这分子 分子实际分用 分母上是本金的加权 本金加权 本金加权 等于 所占用每一笔一般借款 本金再成一个 一个什么 那么分子上是占用天数 分母上当期天数 那么这个天数 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最好不要用天数 从目前考过的考题中 一般来讲都是以年为单位 以年为单位 所以上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加权平均 资产支出加权 下面有本金加权 那么这块 在算这个 这个平均数 记住 以年为单位的时候 那么注意分母上是12个月 你不要用365天 分子上最高12分12 那么12分11 12分11 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那么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快速计 专门借款资本化 几个怎么算出来的 减出来的 一般借款资本化 几个怎么来的 尝出来的 难是难在一般 因为一般借款资产支出 要和什么 要和他挂钩 要和资产支出挂钩 挂上钩的 这部内容去资本化 挂不上钩的废话 所以那个公式是挂钩的公式 好 既然难是难在一般 我们先练一个 一般借款资本化率怎么算 先看这个例题 A公司建造办公楼 建造期两年 两笔一般借款 所以需要加权 一笔就不需要加权 专门借款 借多少笔都不需要加权 没有加权问题 好 那么这两笔 一个是二年五月号借的 那么一个是八月号借的 好 那么五月号数到年底 数到年底多少个月 八个月 八月号数到年底多少个月 五个月 好 本金利率都告诉我们了 那么假定 如果是二年资本化期间 是五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日一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算它的资本化率 只要过程不要结果 好 那么怎么办 我把资料给你放到下面了 五一号 第一笔借款 第二笔借款八一号 我前条件是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就五一号 到十二月三号 资本化期间明确了吧 好 分子上 是 实际利率 二百乘百分之六 乘以十二分之八个月 五月一号往后数八个月 对吧 好 分母上呢 分母上呢 看好了 是两百乘十二分之八个月 在上了吗 第二笔借款八一号 八一号数到年底是五个月 两条线 那么五百乘百分之八 乘十二分之五 那么分母上五百乘十二分之五 两条线对两条线 一条线对一条线 那么其中这个十二分之八 和这个十二分之八含义不一样 这个十二分之八 什么意思 是年利率除以十二变成月利率 乘以八个月 是算八个月的实际费用 下面的十二分之八是算加权 这个十二是指的按年资本化 这个八占用了八个月 占用了八个月 那么算出二年的资本化率 好 得多少不算他了 好 假定二 假定资本化期间是一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么资本化期间是整年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化率变吗 不变 为什么不变 为什么不变 因为借款刚刚五一号借的 一个八一号借的 所以这个公式跟前面一样吗 一模一样 所以是两百乘百分之六 乘十二分之八个月 分母上两百乘十二分之八 第二别借款八一号借的 是五百乘百分之八乘十二分之五个月 分母上五百乘十二分之五 那么五百乘十二分之五 这段不管他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是假定二 假定三 假定资本化期间七月一号 到年末 七月一号 半年 记住半年 那么好了 看好第一笔借款 什么借的 是五一号借 那不行了 我要的是 看好了 两百乘百分之六 乘十二分之六个月 因为资本化期间是六个月 分母上是两百乘十二分之六 那么第二笔借款 那是八一号 是在这个期间之内的 所以是 五百乘百分之八乘十二分之五 分母上五百乘十二分之五个月 看下了吗 这是他的计算过程 所以算加权的时候 这个公式两笔一般借款 需要加权 怎么用 就这么一个用法 其实并不是很难 第三 如果借款存在溢价折价的 应当按照实际律法 确定每期 每一块期间 应摊销的折价溢价的金额 调整每期的利息金额 好 那每一期资本化金额 注意个问题啊 这个内容说白了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用的七出贪于成本 成实际率算出来的 用中国话来讲 上面这一大堆就是 七出贪于成本 成实际率算出来的 那么什么 他的实际率费用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啊 那么再一个内容要强调啊 上面那个发行债券 一般都指的专门借款 发行债券 一般不会是一般借款 不会一般借款 比如发行债券 那么你募集说明书中 要说明干什么用 要不你钱募集不来 根本募集不来 我说干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钱你募集不来的 对吧 我准备要干什么 干什么 这钱才能来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专门的 一般都专门的啊 接着看看 那每一期利息资本化金额 考好几次了 不应该超过当期相关借款 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说完了 你的资本化金额最高限额 就是你的实际率费用 我实际率费用100万 你资本化金额最高限额 也有100万 不可能说我实际率费用是100万 我资本化金额100 那肯定你算错 肯定你算错 看20年考评 在确定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时候 每一期间的啊 利息资本化金额 不应该超过当期相关的 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的金额 正确吗 正确 对吧 正确 所以从公式也可以看出来 实际利息费用 应该得资本化的金额 那么资本化加费用化金额呗 资本化金额加费用化金额 合在一起 就是你的实际金额 所以不可能啊 资本化金额不可能大于实际发生的金额 好 第四年考题 其实每一块期间 利息资本化金额 不应该超过当期相关 借款实际发生金额 这话对了 这话对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开始来讲一个完整的例题 来说明一下啊 这块的计算方法 来看下面例题 奖公司21年22年 资料如下 一 21年1月号 奖公司因新建厂房向银行 专门借款 一笔一笔啊 专门借款是5000万 期限三年 利率6% 好 都是每年复息的啊 那么第二 专门借款之外 还有一笔 一般借款 也是一笔 都是一笔 那么是18年 12月借入的 借款的金额3000万 既有3000万 后面用到3000万 那么五年期 利率8% 好 三 与审批办手续的原因 厂房21年4月号 才开始动工兴建 当日支付工程款是2000万 我问的问题出来 开始资本化的10点是哪天 那么出来了吧 21年4月号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钱 借款 前面借出来了 那么4月号 开工了 4月号支付工程款 接着上去走 其他支出 6月1号 7月1号 12月30号 4月1号 7月1号等等啊 接着玩看 工程2年9月30 完工了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那么停止资本化10点 是2年9月30 接着看 其中 由于施工质量问题 21年9月1号 至12月30号 停工4个月 这4个月是非正常停工 对吗 非正常停工吗 没错 非正常停工 非正常停工 那么这4个月的利息费用 应该费用化 办公司法化 好 4 专门借款中 没有使用的部分 那么存入一行 那么月 存款率是0.5% 好 其他资料不看了 下面来看一下 分析过程如下 首先我要谈一个问题 关注问题 关注问题 专门借口 关注什么事 专门借口 关注存款利息收入 或者投资收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资本化 金额怎么出来 减出来的 是实际利息费用 减掉什么 利息收入 所以资本化期间的 实际利息费用 减掉资本化期间的 存款利息收入 所以存款利息收入 算出来 一减出来了 一减出来了 减出来的 那么一般借款 我关注什么呢 我关注的是 资产支出 何时超过 何时超过 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第二个关注的是 占用的金额是多少钱 为什么呢 我要和资产支出挂钩 要挂钩 因为它盛出来的 盛出来的 挂上钩的部分 才能资本化 挂不上钩的废话 所以超过了 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那个金额多少 金额多少 比如我专门借款 一万万 好 那么好了 我呢支出一百一 这个十万 多出了十万 超过了 超过了 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那么那十万 占用一般借款了 那么第二 占用时间多长时间 好 因为是成出来的 第二个关注问题 本题开始资本化十点 刚才说了 是21年4月1号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停止资本化十点 是二年9月30 因为这一天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对吧 好 上下接着走 那么21年 资本化月数 废话月数多少 那我们在这儿再来看一下 21年 21年 那么21年有个问题 开始资本化时间 已经说了是4月1号 对吧 是4月1号 所以4月1号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前三个月 这前三个月什么 是废用化的 是废用化的 没问题吧 所以前三个月废用化了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后面是21年 21年后面 是9月1号 至12月3号 后面还有事 后面我再接转这话了 那么后面还有 后 4个月 非正常停工 非正常停工 应该是废用化的 应该是废用化的 好了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 中间呢 那么前三后四 那么是7个月 是废用化 那么中间5个月 中间这5个月 那么就应该什么 资本化了 一定要找出这期间来 找出期间咱就好办了 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 资本化月数是几个月 5个月 费用化月数几个月 7个月 前三后四嘛 对吧 所以这就非常清晰了 好 第三个关注问题就是 超过专门借款 占用的一般 那么超过一般 占用自有资 自有资金是没利息了 自有资金没利息了 好 三个问题 我们讲完了 关注了三个问题 讲完了 那么下面的问题 就要知道了 如何解决 这几个问题呢 草稿纸上 我说话叫草稿纸上 画个表 这个表格 我通过这个面授班 教学当中 我发现的问题就是 没有这样表 有时候真的容易算错 有的是口算算不出来 你反应慢点的话 那么还不如画这个表格呢 有这个表格就好办了 不信咱试试 不信咱试试 所以以后在做题的时候 你可以画这种表格 这个表格不是我发明的 是准则讲解中的表格 好 下面我们来看 首先21年1月号 专门借款借了5000万 好 支出 看到吗 资产支出零 累计支出零 好 那么这5000万都存了银行了 都没用存了银行了 月存款率是0.5% 乘以3 3什么意思 3个月 3个月哪来的 这儿呢 1月号到4月号 看到吗 这块时间看见了吗 1月号到4月号 那么是3个月 赞出37.5 那么这块没有 占用一般计划 没有占用一般计划 我专门借款还没完呢 好 4月1号支出2000万 累计支出2000万 一共借了5000万 3000万 没有存银行了 乘以月存款率 0.5% 乘以两个月 怎么来的 这儿呢 4月1号到6月1号 那么是两个月 好 算出15 那么右手边 没有占用一般计划 接着他走 6月1号 支出1000万 累计支出3000万 还有2000万 没用存银行了 乘以月存款率 0.5% 再乘以一个月 哪来的 6月1 7月1一个月 好 算出5万 这块也没有占用 一般借款 好 7月1号 7月1号支出了3000万 累计支出6000万了 那么专门借款 借着5000万 核实超过 专门借款 核实7月1号 核实7月1号 占用了多少 占用了1000万 占用了1000万 核实超过的是7月1号 占用了1000万 哪来的1000 6000 减掉5000 1000 好 那么乘以 12分之6 减4 这个12分之6 减4 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 7月1号 数到年底 7月1号数到年底 是6个月 6个月 减4什么意思 非正常 评供4个月 非正常 评供4个月 所以减掉4月 就出来了 对吧 好 再往下接着走 21年12月3号 支出1000万 那么占用1000万 乘12分之0个月 好 那么到这为止 21年的事 好 22年1月号开始 注意 这个这个累计下 SIGMA累计下来的 是去年的 去年的 那么一个1000 去年的一个1000 两个1000 是2000万 到了第二年 继续占用 这钱继续占用 乘以12分之9个月 12 按年资本化 占用9个月 为什么9个月 9月30完工了 好 再往后接着走 那么4月号 是支出了500万 占用一般减500万 乘以12分之6个月 你往后数 数到10月1号 这么算也好算 数到11号 或9月3号 都无所谓 好 再往后走 支出了800万 那么 占用了一般借款 我错了吧 我怎么写了500啊 800 我怎么写500啊 我错了吧 我没错 刚才说过这么一话 超过专门借款 账用一般 但是超过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借多少钱 借了3000万 一般借款 只有3000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超过一般借款 占用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没利息 所以你看看 这不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是 再看 2000加上500 500不一千 3000吗 我专门借款 超过以后 仗一般 而一般借款 只有3000万 多出的那个钱 占用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没利息 自有资金没利息 就完事了吗 这个表格 帮助我们做题 这个表格 你要是 画对了以后 考试不会怎么拿 要比的简单多了 真的比简单多了 我是为了说明问题 所以我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 这个时间比较多 考试不会那么多的 所以这张表格解决以后 那么后面题特别好做 好下面我们来看答案 那么由于这道题 教材立题修改了 所有这道题 我也做出重大修改了 按照我们教材的处理方法来处理了 所以大家要转变这个思路 转变这个思路 但是告诉大家 最终结果一样的 你可以验算 如果你学过老的教材的话 你可以看看 和我们这个做法 最终结果一样的 最终结果一样 下面我来看第一 要求 计算21年专门借款 应与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说大白话 资本化利息 应介入当期损益的 专门借款利息金额 说大白话 废话金额 来吧 成一 资本化期的存款利息 前面算出来了 你要找出资本化期 废话期间不管 废话期间 37.5先别管它 找出资本化期间的 资本化期间 那么记住吧 前三后四还记得吧 前三后四 中间是那五月的存款利息 一个15一个5 那么何在一起多少 20 一个是15一个5 好有了吗 成二 专门借款 应与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等于 我把公式里写出来 资本化期间的实际利息费用 那么是 本金5000万 乘6% 乘12分之五个月 中间五个月 是资本化期间的 那么再接着减掉 资本化期间的存款利息 20万 算出105 这个和以前的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步 算出来叫资本化的利息 那么第三 废用化利息 那么应记入当期损益的专门借款利息金额 括号 不考虑利息收入 原来考虑吗 考虑 现在不考虑了 我特别给你加括号 不考虑了 等于全年的实际利息费用 全年实际利息费用 那么全年的是5000万乘6% 然后减掉资本化的金额 上面105 到几处 1595 那么就是 就是 进入当期损益的 当期损益的 这个利息的金额 有进入 潮物费用金额 老师这么做 为什么呢 告诉大家 第一个原因 15冬 那么一般来讲 是收到银行的 存款利息收入单子的时候 我们才能充 才能充 潮物费用 怎么怎么着 对吧 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单独合算 因为现在报表当中 那个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 分成两行了 一个利息收入 一个利息支出 要分开合算 所以这块要分开合算 也要分开合算 好 这是第三步 那么好了 第一步我们讲完了 在第一步 我们算的是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 变就变在圈三这一块了 记住变在圈三这一块了 存款利息后面说 我后面为了验证一下 那么我们教材存款利息 他说是略不说 他不说 不说我说 我告诉大家是怎么操作 那么第二 再计算 21年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废用化金额 这一点和老教材一模一样 没变 好 占用一般借款资金的资产支出的 加权平均数 加个权吗 来吧 在哪呢 在这呢 核实 我说过了 核实超过专门借款 核实7月1号 核实7月1号 占用了 一般借款占用了多少 占用了1000 对吧 占用1000 乘以6-6 还记得吧 那么6-4在这呢 所以这块呢 是1000 长以6-6在这呢 对吧 6-4 好 12在这呢 好 这是一个啊 那为什么是 6-6 那么6什么意思 7月1号数到年底 7月号数到年底6个月 那是什么意思 非正常提供4个月 非正常提供4个月 好 那么一会儿说这个啊 接着他走 再接着加上啊 那么21年12月3号 要支出了一个1000 乘12分之零个月 乘12分之零个月 好 那么月等月 考试不用写月等号 直接写等号 等号166.67 这是圈一 特别提醒大家 各位提示啊 那么资本化期间 什么叫资本化期间 只从借款费用 开始资本化的10点 到停止资本化 这个10点 这个期间 而且超过一年 对吧 超过一年 那么这个期间 资本化期间 而且这个借款费用暂停 资本化的期间 是不包括在内 记住不包括在内可以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告诉大家 最关键就那4个月的事 那4个月的非正常停工 在计算占用 一般计算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的时候 看好了吗 在计算加权平均数的 这4个月扣掉吗 这4个月扣掉 这4个月扣掉 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在算加权利率的时候 算率的时候 不再扣除了 不再扣除 非正常停工4个月 再记住 这4个月的事 这4个月 我们中级曾经考过 很早前考过 那么一般来讲 不会考这么难 但是我告诉大家 再说一遍 非正常停工4个月 从什么中扣 在计算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扣掉4个月 在算率的时候 就不再扣了 好 接着往下走 二 占用一般借款 资本化率就是8% 第一 一笔一般借款不加权 两笔以上加权 最低 第二 那4个月还管它吗 不管它了 那4个月不管它了 三 一般借款 因为资本化的金额 应该等于是 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166.67 再长银 一笔一般借款 8% 算出13.33 4 一般借款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应该是 借款的本金3000万 乘8% 38240 5 一般借款废话 就还是倒计 和专门借款一样 也是倒计 用实际利息费用 240就是它的应付利息 减掉资本化 金额剩下的 就是废话金额 剩下废话金额 那么这块 存款力更不考虑 这块存款力 原来就不考虑 现在还不考虑 好 算出26.67 接着往上走 三 计算21年 资本化和废话金额的 合计金额边分路 来吧 资本化 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来吧 资本化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 我们先找专门 然后再找一般 先找专门吧 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105 那么这105在这 那么再接着看 专门借款 废话金额195 废话金额是195 也就是说 那么应进入当期损益的 专门借款利息金额 废话金额 那是资本化金额 好 这是专门说完了 再找一般 一般借款资本化金额 13.33在这 那么再看 那么废话金额 在这 226.67 226.67 那么算出是 118.33 421.67 完事 好 分录 满足资本化条件 借借建工程 118.33 废话金额是 421.67 421.67 然后呢 带应付利息 带应付利息 那么300加24540 平吗 平的 好 教材到这就完事了 这笔分录 教材不写 教材不写 他说略 我在这写出来了 我写的目的是验证 我做的对不对 好 那么再接着看啊 我们前面所讲的 存款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几个呢 是三笔 一个是37.5 一个15 一个5 加在一起 37.5 加上20 是57.5 代计财务费用 代财务费用 57.5 这笔分录 教材没有写 去年写了 今年没写 他略了啊 那么这两笔分录 如果和写在一起的话 如果和写在 就是去年的教材的分录 和去年的账务处理完全一样 所以原块处理方法 结果一样吗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老师 我考试怎么办 你说考试怎么办 考试按照我新的写法 按照我新的写法 去处理了 按照我新的写法处理啊 记住了吗 好 记住可以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把旧的这个答案写出来 告诉大家结果一样 就是走哪条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类的意思 走哪条路都能走得通 这类的意思 好 这是21年的 再往下接着看 再做二年的 还是先算专门 二年9月三少完工了 达到预定壳使用状态 所以资本化金额很好办 就是5000乘6%乘12分之9 存款利售没有了 25 废话金额 那么后三个月 乘出来也可以 减出来也可以 倒几出来是75分减的 这是专门 一般 一般借款 X1 占用一般借款的资产支出的 加权平均数 还是看张表 看好了 时间是从什么算 二年1月号 从这个点往后走 这儿了 从这个点往后走 这个点 那么也就是2000乘12分之9个月 这2000去年的一个以前 去年的一个以前 两个以前 12分之9 9什么意思 占用了9个月 再接着看 下面500乘以12分之6个月 有吗 有 500乘12分之6 再接着加500乘12分之3个月 这不是吗 500乘12分之3个月 注意 那个800这500 超过了一般借款 占用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没利息 所以算出1875 好 一般借款资本化率 还是一笔 就是8% 不需要加权 两亿成 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1875 乘以资本化率 8% 算出150 好 4 一般借款应付利息 那么还是38 240 废话金额倒击 用实际利息 240 减掉资本化的 剩下90就废话了 第六 何计 资本化金额是 专门借款 资本化金额25 加一般借款 150 算出375 废话金额是 专门借款的 废话金额75 加一般借款 废话金额90 算出165 分录 借债建工程 375 借债务费用165 带应付利息 是专门加一般 是540 反正了吗 反正了 7 再接着最后算一个 固定在完工入账价值 所有的资产支出 所有的资产支出 所有资产支出 这个注意是800 实际支出就是800 再接着加上什么 再接着加两年的 利息资本化金额 记得到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思路 就资产支出 加上资本化金额 记得固定财的金额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题 一般借款一笔 专门借款是一笔 那么怎么操作 那么这个题 大家要搞懂 它的处理方法 好 那么这个题 我们就讲到这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21年来考题 2011号 甲公司取得专门借款 4000万 用于当日开工建造厂房 借款期是两年 那么利率是5% 按年支付 到期关本 这是一个 同时还介入一般借款 11000万 期限为5年 好 那么利率是6% 好 你往后看 2011号 支付工程款3600 21年1号 那么支付工程款800 一个20年 一个21年 都是1月号支付的 然后呢 21年12月31号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求什么 求 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 不是合计的 一般借款 资本化金额 一般借款 一定要找出 超过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对吧 得资产支出 加权平数 再乘利率 一笔就简单了 对吧 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题 我们先找什么 我们先找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4000万 专门借款4000万 这是第一个 那么再来接 来看支出 那么支出的金额 一个是20年1月号 支出的一个3600 那么后面还支出一个800 支出个800 那你吧 支出了800的话 那么要看 超过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那么你看吧 这3600和800 那么这个是4400 超过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金额多少 是400啊 对吧 400啊 不400出来了吗 有了400后 有了400以后 好了 那么这是 超过专门借款 而占用一般借款 资产支出 加权平数 加个权 乘12分12 不用管他了 乘12分12 不用管他了 第二 再乘率 率是6% 就一笔 那么算出 4624 答案选择D 出来了吗 出来了 12分12 没有写 不用写他了 好 好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单向选择